大家好,又回到這個Pokemon,我是改版 這次回到這裡首先要說一件事 原來上集我說錯了屬性 原來這隻我一直以為是火格 因為很多寵物都是火格配,火格鬥屬性 我以為它也是火格,但原來它是火雷屬性 我上次也說過雷屬性不是它的本屬,但我錯了 我錯了,這個是雷屬性 所以它本屬用火和雷技都非常吻合,非常好用 好了,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劇情 就是要擊敗勁敵小謀,要不然就上不到上面 但我發現這隻小謀真的很難打 這隻小謀超麻煩 這隻東西它一來fake out,然後再用麻煩變化技 一來fake out,我這裡double tag打到它 OK,爆擊 它馬上用這招的MeloMelo 好波,這次不錯,這個開頭 讀金魚的話,我們出龍技 它有一支新的龍技 應該是龍之波動,你照 龍之波動 好波 照用這隻應該沒問題 咦,這隻也不錯 石化弓,轉去草叢 超能力,不要緊 我比它更快 不要緊,我還有一支雷叢,一隻座物 嘩,厲害 打不死你 但是我那次就 這隻東西是 這隻東西 這隻要用草打 嘩,地震 吃招了 好,要GG OMG 好難打這個 好難打這個 剛才幸好火煮爆擊才打 如果這個不爆擊,我怕會比較難打這個位置 你已經中了Mero Mero 我打不中 還要睡覺 然後它又用了什麼亂爪 你看 我根本沒有可能打贏這隻 神經病 它一來就用招勾 欸,靈波爆擊了 欸,蠻波 這樣就不錯 然後這裡出一隻草叢 不過不要 草叢最後才出 我們這裡出水叢 壓制住它 慢慢打這裡 不要心急 好 接著這裡我們出一隻 這隻 你麻痺它 哎呀,麻痺不到,但不要緊 這隻我們用 龍之波浪 嘩 封我幾 抓你 噢,不要緊 這隻應該打死吧 好波 OK 之後呢,我們就出 出... 出...什麼呢 照出這隻先 這裡出燈爛 哎,頂,Double Take用了 它沒有燈爛 忘記了 不要緊 我們看看哪一招草 應該是飛而快 都高攻一點 五十五,但不知道中不中 水之波動 嘩,靈波贏了 嘩,睡覺 搞定 嘩 嘩 嘩 神經病 他打鼻河 他打鼻河 然後我死了 哈哈 是不是神經病 這裡 打他 漂亮 帝 哎,只有一滴血 打他 好波 換了水蟲 龍之波浪 龍之波浪 好,這裡就可以用... 這裡吸都可以 我免他不中 一不中就吃招了 好,這裡 飛快多 漂亮 他又開始來了 又打鼻河 哎,幸好 他沒有出招打鼻河 這樣就贏了 唉 超辛苦的 要打這個敬敵 都不是這麼簡單 尤其是他的敬敵 最強化了這麼多 所以真的很難搞 來了 我們現在身上的火主 其實理論上 火和雷都很... 打擊面都很漂亮 火又可以打鋼 打草 打蟲 那些 然後雷又可以打飛人系 打水 基本上是補了火屬 都... 一半補了一半 弱火的技能 譬如... 嘩,厲害 同命 嘩,這個多漂亮 嗯 好,火系 譬如如果你說火系的話 火系就怕水 地面和岩石 那如果你有雷技的話 你就可以補到水 還有... 岩石 對了 水和岩石 雖然岩石就沒有藥屬 就是... 用雷打岩石就沒有誠意 但是打... 即使打岩石 都可以有普通的傷害 看看... 這隻用雷打 還是... 怎樣吃火 OK 對了 嗯 就好像剛才那些場合一樣 他出了海魔師 其實火來講 打海魔師都還好 但是... 即使你用火系都打得到海魔師 但是... 可能一下子打不死 如果你用雷的話 就很大機會打死了 就是這個的分別 Double take 嗯...這個火系 可以出雷呢 咦...他是火...他是雷系 原來他是雷系 他是雷系 好 這隻雷啊 咦... 嘩... 這招的什麼 不要 嗯... 地面系打... 地面系就4倍 對 不過就... 對 對 多了一個地面4倍之外 其餘就沒有了 因為雷熟 只是怕地面 而且被人... 被飛人技打都不會特別痛 好像0.5了 好了 來了 話比卡超 好... 一夜火 嘩...我有麻痺 搞錯啊 他用電視炮 這隻火 嗯... 就是可以回去 好 最麻煩的就是麻痺 除非有仙制技 如果不是的話就麻煩 麻痺 好... 你這裡 欸... 配合 這隻都用火打了 所以... 嗯... 火雷這個屬性 真的不錯 用來不錯 用後感我覺得可以的 好... 但是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火雷 因為他... 只是出了第一... 就是出了... 這個套...套套... 咦? 我忘記那隻叫什麼 只是出了第八世代第一個型態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還不知道 不過如果真的照這個情況出呢 其實... 可以... 就是算不算是沒有什麼特色呢 因為其實看起來呢 他的能力值呢 跟... 跟以往的火充其實差不多 是... 比較突出的就是他的屬性 那特性就一定沒有可能是那些... 呃... 什麼... 什麼... 分析啊 強力這些 這些有機會 但是這些只會出現在夢特性 對啦 官方不會突然之間出了個... 出一隻御三家是... 除了激流啊 晚火以外的特性 我覺得 嗯... 因為以往的御三家都是... 夢特性才有新增 不然的話都是用回舊的那些 晚火激流啊 那些什麼 這隻用火打 這隻 這隻 這隻怕什麼啊? 用雷打 好... 嘩... 自爆 他引爆特性 炸死了我啊 沒看清楚 應該是啦 但不要緊啦 反正都打死了他 已經勝利了這場戰鬥了 好... 我們來到這裡 打完這隻 應該可以進化了 我的火蟲 嗯... 紫禦劍 嗯... 嗯... 這是不是洛克人 Oh My God 輕機 Oh Shit 忘記了消費啊 頂了你還要閃光 要不要囂張一點啊 你老友 好 喂... 不要啊 打他啊 唉...又死了 神經病啊 唉... 最終要消費 這裡真的偶爾要消費 一擊一擊 一... 停一停呢 你就玩完了 呵呵... 真是救命 嘩... 撐這麼快我石化弓呢 死了 那部 被人屈死了 喂... 贏到... 但不知道這隻贏不贏到啊 唉...十級地震 玩完了 屈機啊你... 要重新來過啊 唉... 一會兒打完這條橋我馬上消費 即是偶爾都要消費 唉...真是可憐 嗯... 嘩... 不要這樣啦 我想過關啊 不要這樣挖我機啦 可以嗎 低能第一下 已經MeloMelo中了 好像只有30中 你怎麼這麼容易中呢 而且我覺得 只要火柱一死 我就不需要自己打一贏 又中? 有沒有這麼容易中啊 真是... 嗯...我們看看 踢完他之後怎樣 踢... 打得第一下已經中了 有沒有這麼容易啊 真是... 嘩...又是第一下中 但幸好打了死啊 這個就是好的開始 希望這個是真的開始啦 不想再打了 很煩啊 打這關 咦...封了我 只要... 咦... 都不是那麼好 這樣狀態 咦... 打不死 幸好 咦... 搞定了 哎...神經病 嘴咒 怎麼會有這樣的技啊 神經病 神經病 咦... 這關卡真的難得很難打 不知道日後打那個... 打船上的會不會這麼難打 嘩...神經病 神經病 反拳弓的東西 反死了 這隻是...火系嗎 好...轉隻重打 好... 好... 一敬敵來說其實都頗難打 這隻的改班敬敵 一來他... 升高了那個level 二來就... 這裡附近都沒有什麼可以升到 升得很辛苦 一定要打訓練家才多驚 如果不是打那些街怪 嘩...小驚到爆 好... 呃...雷 啊...這隻雷 哎呀...又麻痺 哈哈... 劇情重新來過 好... 熟口熟眠 剛才好像見過了 哈哈... 都是用回同一招技 好... 搞定了嗎... 鬼思通 好... OK... 這隻爛泥 阿羅拉藍泥 搞定了32 這隻不要 這隻是雷的特攻技 所以我們可以... 捨棄他 到這裡了 比加超 不要麻痺 沒事 沒事 大B 又中麻痺 真的跟剛才一樣 還是這裡一定要中麻痺 可不可以不要中麻痺 一中麻痺真的不用玩 尤其是火重 因為火重呢... 如果你輸出來說 要不就你打死他 要不就他打死你 真的 嗯... 還有火雷這個屬性弱點都多 火本身都多 雷就再加多個地面 雨地就必死了 小死啊 翠飛 馬上麻痺你 這傢伙 又來? 撞死啊 一定是想給我美綠坦升 燒啊 美麗花 嗯... 這個不是花椰喉 雀 雀 雀 好 打爆你 好 差不多要省了 這裡 咬地了 越打得越咬 雷呢 好 好 剛才就是這裡 好似 紫禦劍 雷技 煉光石火 35 好 躲在一邊 免得中招 咦 來了 蝦古龍 先走 因為蝦古龍未必夠打 好 好了 這隻都不夠打了 應該我猜 心眼 嘩 嘩 他用覺醒力量 嗯...這隻蝦 水 我不知道他什麼屬 哈哈 隨便吧 不太清楚 好 消失了 又再消失了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劇情 好 可以按PC Open 靖輝出來了 好 好 然後我們可以回到... 等一下 現在可以去哪裏呢 啊 枯葉市 啊 枯葉市 現在去 好 這裡有小偷的就要打火箭兵團 嗯... 這隻是不是 齒輪 齒輪 忘記叫什麼 啊 這個地面是 瘋了 噴射吧 用滾動 TM28 好 啊 對了 上集那裏呢 不是有個什麼的 上集那裏有個... 有個... 神獸位的 那我今集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出來 因為他上次都是可以穿牆 我相信這個會不會有穿牆呢 有都不出奇 我覺得 還是真的沒有呢 好像真的沒有 難道真的要切樹 上次就有個地方就不用切樹就進去了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不知道是否要切樹 好 我們再升一顆 那就可以打這個... 欸... 進化 不是打... 進化... 雙眉怪獸 櫻花 雙眉怪獸 先打他 一個火拳打爆 這個好像是火焰車 好 長耳套 36 進化 是時候可以進化 看看是什麼樣貌 和能力直覺方面如何 是兩隻耳朵 看到嗎 是兩隻耳朵的 這隻耳朵是很大隻的 好 然後跟以往一樣 好像... 嘩... 其實都是多隻耳朵的 而且他的圖上有太過... 嘩... 這個HIGH JUMP TICK 這個是不是什麼 飛塞踢 飛塞 飛塞撞 嘩...是什麼 十命中 什麼意思啊 沒錯啊 十命中 這個HIGH JUMP TICK 超差 好 我們是時候看看他的能力 好 依舊都是這個火雷的屬性 之後呢 就... 嘩... 他的火好像廢了 他的火特性 好 之後就看這個屬性 屬性來說 嗯... 都是我的推測 我的推測是正確的 就是速度型 速度脈弓型 雙刀就未必... 可能可以吧 應該未必可以 不過最主要看他有什麼技能 如果他有多些雷技 雷技的話 其實十萬福德 都可以試一下雙刀 不過雙刀... 雙刀都會有一定的用途 例如你用來打這個... 打... 咦? 這是什麼? 進化? 不是吧 一定不是吧 這隻普通進化 雙刀來說其實都有用 因為火雷的話... 水系很多都是... 頂 嘩... 不夠打一隻轉 噴火龍 打爆你了 噴火龍 如果他是雙刀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一招雷的物攻 一招雷的特攻 一用來打 可能是水物盾或是水特盾 我覺得都可能有用 或者可能沒有用 這些就真的要... 測試過才知道 始終雙刀我不是很熟 雙刀自己小弟不太熟 先看看 現在我們拿了這個... 要去... 聖康老號 要去聖康老號 好 燈塔 燈船 來吧 咦? 這個時候我應該要換一換蟲 不應該用死一隻 等我打完一場換另一隻 雷技 這裡用... 啊 用隔技才行 這個人很痛 好 我們差兩隻進化的水主 好 那我把它升起來吧 嘩 這個東西 地面 噴死它 噴死它 大深風 水 嘩 有些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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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打架的 又不是打架的 這個沒有打架的 這個 打架吧 肯定有這麼多人在這裡 嘩 這隻雷鳥啊 冰鳥 不好意思 好 打完你吧 這個還不是打架的 吉吉吉吉吉吉吉 打完整個星 這隻 就是這樣 這隻 先換一換 完全黑住了 飛越快到了 進化 咦 36都沒有進化 這麼奇怪 為什麼多少進化 30 30把 難道 好消耗 嗯 這個又是這個大力 來啊 水系 不是啊 地面系 適合 這麼多 適合我這隻 打 地龍 忍耐 這隻用雷打 或者 這隻用龍打 嘩 厲害 轉重 嘩 歐 歐 我的天啊 我去哪裡消耗 哎呀 HIGH JUMP TICK 好啦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真的要養成這個定時消耗的習慣 我們下次繼續劇情就這樣 拜拜